第1180集 林明道 关于百亿年前的神秘女子 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盛美轻叹一声 牵牵食指在身前连连点出 一道道连已如水文一般绽放出来 下一刻在林明神前 纷乱的幻象聚集起来 演化成一幕幕场景 这些场景都是盛美在 魔神之木心魔梦境中看到的 梦境中的一切 现在盛美回想起来都已经模糊不清 他也只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 几个场面呈现在林明的面前 林明默默看着 他看到那神秘女子 年幼时面对的地狱般的训练 也看到神秘女子年少时 经历的生死厮杀 最终画面定格在神秘女子 血迹自己化身永恒神秘的场景 看到这一幕 林明心神震撼 他喃喃说道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是子卡封住了黑暗深渊 而当年木千雪带着小鱼儿通过永恒神秘的时候 之所以小鱼儿会突然消失 就是因为他被子卡给吸进去了 小鱼儿原本就是子卡演化出来的生命体 他被子卡召回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原本林明一直担心小鱼儿 害怕他在黑暗深渊中出什么意外 现在知道他回子卡中了 如此他总算放心了 相信对小鱼儿来说 子卡内部空间应该是全宇宙最安全的地方 尤其现在 子卡已经化成永恒神秘 即便图腾及恶魔都撼动不了 只是百亿年前的血迹自己的神秘女子 跟不朽君王又是什么关系 她难道就是不朽君王吗 林明看了圣美一眼 显然这个问题问圣美也不会有答案 关于前世圣美不清楚 林明 这些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圣美看向林明 目光中的色彩十分复杂 关心 愧疚 喜悦 感慨 种种感情柔和起来 就连圣美自己都说不清真正的感受 对林明 她无比关切 却又觉得难以面对 潜意识里 她对林明有种想要接近的渴望 然而她又总感觉对方 其实距离自己太远 这种矛盾的心理 让圣美感觉自己与林明间 始终存在着一道无形的界限 将他们风格开来 这让她始终沿着界限的边界行走 一直小心翼翼 不曾跨越一步 唉 说起来复杂 我以神念传递信息给你吧 自从与圣美一别 林明的经历可谓波澜曲折 其中既有历尽艰辛的磨难 也有亡者归来力挽狂澜的意气风发 林明发出一道道神念 摄入圣美眉心 随之 林明一万两千年经历的种种 都传递到圣美的魂海中 虽然神念传递的信息速度很快 可这次传递 还是耗费足足一刻中的时间 这期间 圣美看到了一个在命运轻扎中奋斗的林明 一个自身弱小 却从未甘心屈从于命运的绝世强者 从苦难 绝望 再到东山再起 很多时候 强者不单单是实力强大 也是内心坚韧不拔 林明所经历的一切 难以用言语描述清 圣美看过后 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倾佩 愧疚 心酸 心疼 可谓无味杂陈 直到一刻钟后 林明的神念退出 圣美才慢慢平复些心情 刚才林明神念传递的过去经历 不可能巨细无疑 林明更多的是描绘自己 关于他的亲人朋友 他都一笔带过了 而至于那些需要隐藏的信息 比如魔方 他自然也没有过多的描述 圣美自然也在刚才林明对大红太子的战斗中看到了魔方 他心中隐隐有关于魔方的猜测 只是他非常知趣 没有开口询问 仿佛从来就没看到一般 林明 你的妻子们还好吗 哦 他们很好 林明说话间 下意识看了一眼圣美的小妇 注意到林明的目光 圣美轻咬嘴唇 双手默默按在小腹上 自从有了这个小生命后 圣美感觉自己的情绪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古井无波了 现在他的心灵特别容易波动 而他的经历也从以前全部倾注于武道上 慢慢转移到自己腹中的孩子上来 尤其在知道自己可能的前世后 圣美心中已经一团迷雾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他的结果会如何 他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而他腹中的孩子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这个孩子已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林明凝视着圣美一会儿 突然抬起手缓缓向圣美小妇触摸过去 圣美心中已经下意识后退一步 然而他终究还是咬着嘴唇止住了步子 看着林明的手慢慢靠过来 终于林明的手轻轻落在圣美平坦而细腻的小腹上 林明的手掌带着一股暖蓉蓉的感觉有些酥麻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突然缓慢下来 秘境洞窟中万籁俱寂 林明一只手轻轻触摸着圣美的小腹 两人的魂海都宽广无比 仅仅凭借肉体的一点点接触 他们就能感受到彼此灵魂波动和生命磁场 这种生命磁场相容的感觉无比美妙 那股波动 而那一刻 林明也清楚从圣美体内感受到了 他腹中胎儿的生命波动 那股波动跟他心灵气和血脉相连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孩子 深吸一口气 林明慢慢抽回手掌 他抬起头看向圣美 在圣美漆黑的眼眸中 清晰地映出林明的倒影 你不打算解开封印吗 林明突然开口 圣美轻叹一声道 孩子出事 魂帝会知道的 我虽然冲开了他留在我体内的精神印记 但还有一股属于魂帝的能量潜伏在我体内 我没办法驱逐 只要有这股能量在 魂帝还是可以控制我 圣美说的这儿眼神中闪过一丝黯然 他拥有等同于真神的实力 却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你可以把孩子给我 林明一句话说出来 圣美心中一说 把孩子给林明 林明是孩子的生父 孩子交给林明自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可是想到将自己生命的寄托交出去 圣美心中却有一丝无法割舍的留恋和心疼 孩子交给林明了 但魂帝还是会知道 他将会独自面对魂帝的怒火 圣美很清楚 自己是魂帝的棋子 他现在虽然隐隐知道了魂帝的棋局 但却不知道魂帝到底每一步要怎么走 而作为棋子的他 如果他不能摆脱宿命等待他的 也许会是无比凄惨的结局 可是他没有选择 他很清楚 他的孩子只有跟着林明才有一线生机 林明毫无疑问是这个宇宙中 唯一有希望和魂帝抗争的人 即便这个希望十分渺茫 圣美咬了咬牙 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脚腹 轻轻低语着 像是漫漫长夜的梦里 我的孩子 妈妈再也不会封印你了 妈妈会让你出事 她双手轻动 像是弹琴一般 食之有节奏的敲击 一道道符文在圣美小腹上亮起 如同星光一般闪烁 那封印被慢慢解开了 一层又一层 随着封印被完全解开 圣美的小腹发出朦胧的微光 这微光在黑暗的秘境洞窟中 像是一群萤火虫聚集在一起 被微光所笼罩 圣美的眼瞳中泛起了一层水气 随之 一股如同春雨心下 土壤中柔柔嫩嫩绿芽 出长成的生命之气 缓缓的轻轻的流溢出来 她就像是经历数千年的沉睡 方能醒来 带着一股让人爱怜 让人感动的气息 她是新生 她是开始 她是希望 她是圣美的孩子 也是 林明的孩子 那一刻 圣美清楚地感到 她腹中这个小生命 似乎因为从数千年前的封印中 挣脱出来 对自己传递出无比稚嫩 无比喜悦的心情 小生命似乎在舒展身体 她一不小心 踢了一下脚 感受着那种 踢在自己小腹上轻轻的 痒痒的触觉 圣美瞬间心头一颤 下一刻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 她冬了 圣美捂着嘴 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这就是当母亲的感觉 能够亲身感悟孩子的每一次成长 这种从自己身体中 孕育出一个新生命 看着她慢慢长大的喜悦 这不是言语能形容的 我的孩子就要出事了 圣美闭上了眼 睫毛轻轻颤抖着 这一刻她突然觉得 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现在只想待在这儿 静静等待着孩子的出生 自己的孩子 好像是个女孩 她会想自己吗 封印解开后 圣美的经历 已经完全倾注在孩子身上了 在洞窟秘境中 拥有精纯的天地元气和魔神之力 圣美每日打坐 可是她吸收来的天地元气 却不是供自己修炼 而是炼化之后供她的孩子成长 也许因为被封印太久了 一旦封印解开后 这个小生命开始疯狂成长 圣美吸纳来的元气 竟被她一滴不胜 全给吸收了 这种成长速度 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啊 圣美和林明 就在这洞窟中一黄眼 就是大半年 圣美的小妇已经微微隆起 她每天感受着 妇中孩子的成长 脸上不经意间 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虽然这个洞窟 只能用死记和单调来形容 可她能完全解开封意 全心全意的孕育自己的孩子 能有林明在一旁陪伴 圣美却觉得 这样的环境温馨 而让人心安 这样的生活 洋溢着淡淡的幸福 只是让圣美有些叹息的是 这大半年来 她跟林明很少交流 她的大多数时间 都在打坐吐纳 而林明呢 则将很多时间 用来研究悬崖下的恶魔浮雕 还有恶魔浮雕口中咬着的青铜骨官 他们两人偶尔四目相对 却往往也只是简单问候几句 就算多说些什么 也往往是关于这个秘境的猜测和法则的探讨 除此之外 林明和圣美就基本没什么交流 也许因为七千年前的特殊的 甚至充斥着误会和仇恨的开始 也许因为他们没能看清对方的心 甚至没能看清自己的心 以至于两人之间 一直保持着若寂若离的距离 这就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或许因为彼此间的自尊 或许因为害怕不确定的未来 甚至害怕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死相像 为了避免更大的悲剧 和未来的受伤 他们谁都不愿意先跨出这一步 时间流逝 圣美小心翼翼维持着这种距离 她就像是一只行走在深夜中 高贵而又敏感的猫 只是她有时在深夜 对着腹中的孩子自言自语着 倾诉她心中被封闭起来的情感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两年 林明和圣美的生活古井无波 除了偶尔 他们能触碰到彼此的灵魂波动和生命磁场 无论对林明还是对圣美而言 生命磁场的接触都是一种让人愉悦的经历 直到这一天 打坐中的圣美突然睁开了眼 那一刻她分明感到从她小腹中传来了一道无比清晰的生命波动 旋即一道柔柔的软软的带着明显稚嫩的声音 一压压响起 妈妈妈妈 好想能早点看到你呀 这个声音虽然极为微弱 却让圣美的心中猛的一颤 当初在心魔秘境的时候 她就在梦境中听到自己腹中孩子的声音 她没想到 在现实中 在自己孩子即将出世的时候 她竟然也能开口说话 而且语调与心魔秘境中极为相似 心魔秘境中的自然是假的 可想起梦境中的经历 圣美还是捏了一把汗 她已经发誓 哪怕粉身碎骨魂飞破散 也绝不能让梦境中的一幕上演 孩子 妈妈就在这 你快快成长 很快就能看到妈妈了 圣美一边用微微激动的语气说道 一边爱怜的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而这时候 原本在悬崖上研究恶魔浮雕的林明 自然也听到了自己孩子和圣美之间的对话 她呼吸微微急促 身影一闪来到圣美身前 她 她说话了 林明的语气中充满了欣喜 自己的孩子在母体里就能说话 这等悟性是凡人绝对不会有的 想来她一旦出生 定然是个修炼界的爵士 有你 圣美还没来得及点头 她腹中的小生命 便用不确定的语气问道 你是 爸爸 小生命虽然眼不能视 但是却能用自己的心 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对 听到小生命 喊自己是爸爸 林明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说清的感情 那是满足 自豪 幸福 他现在真想把这个小生命拥入怀中 好好呵护 可惜 他还未出生 孩子 你好好成长 等你出世了 爸爸教你武功 让你去打坏人 林明 林明发自内心的说道 与其中满是恋爱 然而 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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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小生命 却怯怯的说道 爸爸 爸爸你喜欢我 当然了 林明 林明不加思考地回答 这还用响吗 可是 那稚嫩的声音 有些有意 可是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摸过我 也很少来看我 一直是妈妈跟我说话 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呢 我觉得 爸爸 好陌生 柔柔的铜音 在林明耳边响起 却如一记重锤般 一下把林明打蒙了 他竟然 无言以对 是啊 除了两年前 他轻轻触碰了圣美小妇 那是为了感受 圣美小妇中孩子的生命波动 确定这个小生命 是不是自己的骨肉 而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摸过自己的孩子 因为摸这个孩子 其实等同于摸圣美 至于说 跟自己的孩子说话 在林明不知道 这个小生命产生意识的前提下 那就等于对着圣美的小妇说话 在林明看来 这其实是有点白痴的事 所以这两年来 都是圣美一个人 在对着小妇里的孩子 自言自语 林明跟这个小生命的交流 几乎是零 所以小生命说陌生 一点都没错啊 妈妈 我记得爸爸 好像不喜欢我们 小生命似乎愈发 读定了自己的感觉 那柔柔的铜音 回荡在秘境中 林明更加无言了 她的身子完全僵重 她原本想伸出手 触摸一下自己的孩子 可这手刚刚伸出一半 是伸出去也不是 收回了也不是 尴尬之极 而在另一方 圣美却心绪复杂 她轻轻摸着自己小腹 原本想说几句 爸爸怎么会不喜欢我们这样的话 可话到嘴边 说不出口啊 因为她似乎没底气这么说 她抬头看了林明一眼 不知该用什么表情 爸爸 个人不喜欢我们呢 还没出生 就被嫌弃呢 我还是跟着妈妈好了 依旧是软软的铜音 却像大人一样哀声叹气 而且其中隐隐的 似乎蕴含了一份孩童的皎洁 不过这时候 这些话到底是不是 这个古灵精怪小家伙的小心思 都不重要 刚才那稚嫩的声音 已经触动林明心中 最柔软的一部分 让她有种心被挣扎的感觉 她默默覆下身 抱住了圣美 还有圣美腹中的孩子 她轻声说道 爸爸喜欢你 不管未来 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危险 爸爸都会站在你的身前 照顾你 保护你 圣美就这样被林明抱了 一时间身子有些僵硬 她的思绪剧烈的波动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你也会保护妈妈吗 小生命认真的问道 会 林明的声音不大 可觉质地有声 圣美的身子轻轻颤抖一下 她看着林明 又摸着自己腹中的孩子 眼睛中不知不觉见 升起一层雾气 她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但是只要勇敢去面对 不管未来是什么 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这时 林明轻轻附在圣美耳边说道 出了魔神之幕后 跟我走吧 一句淡而又淡的承诺 没有华丽的辞早 也没有热恋男女间的海市山盟 然而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让圣美心中一震 原本眼中的雾气化成泪水 无声的流下 她 会叫到我们的 圣美黯然说道 虽然她已经决定勇敢去面对 但她却并没有想过 一直跟着林明 对魂帝而言 她就像是黑夜中的灯塔 走到哪里 都会被她轻易找到 她不想连累林明 有林明的一句承诺 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 林明轻轻拖起了 圣美的面颊 我曾经一无所有 却一步步成长到现在 我曾经冲破天道束缚 逆天改命 我曾经跌落谷底 又重新爬起来 我曾经面对不可一世的圣族 为我的种族 找到一丝喘息之际 我有这么多曾经 我为什么要去惧怕未来呢 林明说着 将圣美慢慢的 用力的拥在怀中